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近年来,患有新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 老话说,血管与人同瘦 当人体机能开始退化 血管也会逐渐发生老化 因此,血管健康一定要注重起来 如果不加以维护,一旦爆发了 就很有可能会引起脑梗、心梗 或者脑出血等一系列新血管疾病 这个时候,这一款号称血管清洁剂的茶饮 也是被一位明老中医所推荐 他说人人喝得起,每天坚持喝 有效清除血液垃圾,找车找受益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0克山楂 山楂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在我国被广泛种植和食用 它不仅具有良好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 而且还在中医广泛被应用 那山楂的具体功效和作用有哪些呢? 第一,山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具有抗氧化和美容的作用 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使肌肤更加紧致,有弹性 同时也能够帮助减少皱纹的出现 增加皮肤的光泽度 第二,山楂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油溢菌群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预防便秘 有异菌群可以调节肠道 菌群的平衡,增加有异菌的数量 抑制有害菌的生长,保持肠道健康 山楂还含有植物柔酸 具有收敛止泻的作用 对于腹泻的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三,山楂还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和内黄酮化合物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 预防血管堵塞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研究还发现山楂可以增加胆固醇的排泄 促进脂肪的代谢 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肥胖 第四,山楂含有一定的调整食欲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糖类和有机酸 可以增加食欲,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改善消化功能 同时,山楂还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作用 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毒素 改善肝脏功能 山楂清洗干净,控水捞出 接下来准备5克左右的橙皮 橙皮是中医常用的药材之一 也是被广泛用于调理脾胃的功能 它被称为健脾高手 不仅因为它的独特味道能够提振食欲 更因为它具有多种好处和功效 第一,橙皮具有健脾消食的作用 在中医理论中 脾胃是消化吸收的重要器官 脾胃功能健康与否直接影响人体的营养摄取 和消化代谢 橙皮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柠檬酸 具有触及胃液分泌和增加胃肠道蠕动的作用 能够加强脾胃的消化功能 改善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等问题 第二,橙皮具有理气和味的作用 生活中经常遇到情绪波动压力过大 这些都会导致气急不畅 出现凶梦恶心 橙皮中导挥发油和柠檬酸 可以促进气血畅通 舒缓凶梦不适 起到改善味脏气和消除恶心的效果 第三,橙皮还具有酥干磊气的作用 现代生活中工作压力大和生活不规律 经常导致肝气愈结 愈结的肝气会引起情绪烦躁凶梦 头晕等不适的症状 橙皮中的挥发油和柠檬酸 能够舒干理气,舒缓情绪 缓解肝气愈结导致的身体不适 橙皮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干的山药片 也可以用新鲜的山药代替 山药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 也被誉为长寿之药 它具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好处 第一,山药具有滋补养生的作用 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如维生素C、维生素B1、维生素B2、钙、铁等 这些营养物质是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促进新鲜代谢、调节体内功能、增强肌体的抵抗力 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第二,山药具有补皮抑肺的功效 根据中医理论,山药具有补皮抑气、养肺、子壳的作用 山药中含有的丰富粘液蛋白质能够润肺子壳 改善肺部功能 同时山药还能调节肠胃功能 促进消化吸收、缓解胃部虚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第三,山药还具有降血糖的效果 研究表明山药中的粘液多糖和膳食纤维 可以降低血糖水平 对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山药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 降低血糖的峰值 此外,山药中的有效成范 还能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促进血糖的代谢和利用 山药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茯苓 茯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胃肝、性贫、龟脾、肺、肾、圣经 是一种对身体具有多种好处的中药 第一,茯苓具有益气健脾 茯苓有不易脾胃 增强愈患能力 加强肠胃吸收的作用 可消失、减少腹泻、增进食欲 改善乏力等症状 第二,去湿利水 茯苓可以调节人体内部环境的平衡 具有去湿利尿消肿的作用 第三,安神健品 茯苓有宁心安神的功效 可用于失眠多梦、健忘、心悸、口臭等症状 第四,清热解毒 茯苓可以清热解毒 可用于湿热、水痘、刺疮等症状的辅助 茯苓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按花茶的键煮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把它直接倒入杯子里就可以饮用 山楂、山药、茯苓、橙皮 这几种食材加在一起煮水喝 堪称是血管的清洁剂 一周喝上两次 你就会发现你的血管越来越干净 整个人身体也很轻盈 脸色也越来越红润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